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完全就是黑道的心态 黑道抢地盘 哇你咧 你是我的人 你这个快递盘是我的 我就不容许别的人来抢占这个地方 我不容许别人来吃这家餐厅怎样 如果这个不叫黑道 什么叫黑道 然后人家正当的合法的活动 音乐的不设政治的 你就是用所有暴力的下流的手段 就是让这个活动停止 如果这不叫黑帮 什么叫黑帮 赖清德你要清黑帮 你要禁止黑道进入校园 请你赶快把台独黑帮清出校园去 那这些人到底他可不可以在台湾成功 他可以让台湾人真的不敢做中国人吗 他做得到吗 还是他觉得其实大势所趋 他已经打不住了做垂死的挣扎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政治评论员李胜峰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红威 之前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张有化 大家好 国会助理郑赵新 大家好 新党发言人王炳忠 欢迎订阅朋友 大家好 好 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讲说 所有的媒体几乎都是讲 黑帮打台大学生 哇 这黑帮好可怕 台大学生好可怜 还出来哭啊 说国家都没有保护我们 台大学生是什么样子 我们先来看 把所有的事情再一次还原 我们昨天其实从早到晚 从我的脸书到节目 我已经一次把事情都还原 我们再把细节还原 今天又有更多的真相 好 学生一刚开始用的借口 是说还我操场 说田径厂9月19到9月25 中午暂停开放 然后呢 还毁了 花了3700万整修了田径厂啊 然后说什么海报 国立台湾大学改为台北市台湾大学 那当然这个谎话 早就被台北市拆穿了 人家根本没有改 好 然后呢 田径厂 他说中午暂停开放 害学生不能用 我昨天也讲了 这个时候温度36度 有人中午12点钟 在田径厂跑吗 是不想活 想死了吗 没有人嘛 好 那最后说毁掉田径厂 那你可不可以等晚上10点钟 活动结束之后 等人家厂商把跑道还给你 当场清点损失 看哪里坏掉 要怎么修复 好 现在出来说这一块 这一块坏掉了 然后呢 台大的祖密林达德 现在初步评估说 这个要修复要怎么样 花8万块 然后认证花5万块 合起来13万 公期一个月完成 好 那你如果说公期拖到了 你在跟厂商求偿嘛 厂商跑得掉吗 跑不掉 更何况有押金30万 结果你跑去闹场 让一场活动 这个活动损失之后 那个损失是起码上千万的损失 好 学生做了什么事情 4.05分学生跟独派冲破封锁线 你看 冲破封锁线 人家这是用票才能进来 保全 不让他们进来 他们一定要进来 最后学校的保全 不敢阻止 只好让他们进来 进来之后呢 举棋干扰台上表演的歌手 人家在表演 这表演的每一个都是台湾人 全部都是台湾人 然后你拿台独棋 台湾独立 有没有看到 台湾独立 然后再来独派对着舞台撒名指 然后还扔罐子 最后4点37分 学生跟独派强行攻占舞台 注意哦 这个时候节目还没有宣布停止 他们就站上去了 他们不是要还我操场吗 请问这后面这牌子叫什么 释放李明哲 看到没有 台独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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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场外 学生跟统促会互相扭打 不是被统促会打 是互相扭打 是在学校外面 所以什么台大见血 这也是假标题 也是在带风向 这个都是场外的事 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 学生当时是怎么样给人家闹场 像K道一样 好 这样子 这个不是选举场子 这是现场音乐活动 人家在表演 最后还扔了一个罐子 砸中舞者 叫人家怎么办呢 秉中 我看到你的脸书 你写说 学生后来讲说 我们跟独派没有关系 我们没有关系 可是你的脸书说 不 他们有关系 陈文贞跟郭润亭 他们两方的说法互相矛盾 什么意思 台大的学生陈文贞说 我们只是单纯去表达一个抗议 是要维护操场的 可是呢 为什么独派来收割 结果独派的女青年 郭润亭 她就出来反驳 她说 拜托 是你们发起活动的 台大学生会和学代会 你们在前天晚上 就跟我们在谈 怎么分工合作啦 甚至更早以前 就已经勾结在一起了 所以我在这里 我作为一个台大毕业的校友 我很不希望说 今天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 大家对台大学生 变成这种印象 好像就是可以去砸场闹场 所以我在这里 三问台大的学生会 学代会 第一 到底你们事前 是不是跟独派 就已经串通好 要分工合作的 有没有 我觉得你们有这个义务出来 向社会给个交代 第二问 到底你们的目的 是要维护操场 就像这个陈文贞同学说的 我们只是维护操场 还是说 其实你们主办单位 学生会 学代会 你们就是要 所谓反统债 就是要搞台独呢 因为我们看到 学代会的这个声明 已经出来了 学代会声明 公开地讲 说我们不觉得 政治力介入校园 有什么不可以 这台大的学代会 自己出来讲的 台大学代会 对 台大学代会 他就自己出来讲 说我们觉得 政治力介入校园 有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政治本来 就是我们要关心的 尤其台湾这个岛国 深受中国因素的影响 那我请教 你们到底目的是 因为要反中国因素 还是保护操场 你能不能够 堂堂正正 光明磊落地出来 如果你就是要 反对所谓统战 反对中国 你就出来承认嘛 那第三点 你们认同 不管你有什么 冠冕堂皇的理由 你是要保护操场也好 还是要反统战也好 可以去这样砸场吗 请问这个照片里头 拿着台独奇的 有媒体也拍到 用这个评冠去 砸这个舞台的 刚刚之前姐也讲到 那些歌手 那些观众 他是台湾人 他是我们共同的同胞 就算是大陆的 也是大陆的普通的歌手 你们有胆 你们打解放军 给我们看啊 你打打这些歌手 打这些台湾 我们自己的观众 算什么英雄好汉啊 这里头难道 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台大学生会 或学代会的成员吗 我请学生会学代会 请你公开告诉我 这里头难道 没有任何一个 是你学生会 学代会的成员吗 你们不需要 出来谴责切割吗 事实上冲进去的 闹场杂场的 有台大学生 有台大以外的学生 有社会人士 有老台独 有一大堆 全部做的行为 都叫做黑道杂场 那这个陈文珍 他是台大学生 是不是 陈文珍是台大 现在的学生 现在的学生 他说我是台大学生 我冲上台是为了 捍卫我的校园 对不起 你要捍卫你的校园 你是应该去 效学校抗议 你是砸 你凭什么 冲上人家床子 这个不叫黑道 什么叫黑道 然后他就撇清 说谎 说不是为了 支持你的棋子 哎呀 我第一次 参加如此规模的冲动 天真的我 真的很天真吗 他说没想到 各派人马都来 共襄胜举了 所以他们在撇清 说独派跟我没关系 也跟记者讲没关系 好 你说这郭润廷 他是独派的 对不对 他们有跟陈文真他们合作 对不对 他怎么写 郭润廷9月25日 他说行动前一晚 学生动员发起人说 我们的胜利条件是两个 活动终止 或警察进入校园 你看 他们要干嘛 就是我一定要让你活动 办不下去 就是这样 我才不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要让你停 或者是警察进入校园 就哎呀 警察进入校园 打压我们独派 好 独派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反统战活动 要丁科文哲 看到了 所以就可以跟很多事情就连接起来 双方共同目标 阻止活动进行 我不择手段 就是要让你这个中国新歌声 听此 学生发起人说 你们要拿台独期什么的 随便你们 只是事后问到我们 我们就是切割 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台独团 你说好 没问题 学生说 如果我们场外的人 没有冲进场内 你们独派就不要冲舞台了 我们不希望有人受伤 独派说 好 我们自己会看着办 然后呢 现场的过程是什么 独派带头冲破安检门 学生一段时间后才冲进来 现场满满的独派 你甚至拍不到没有台湾棋的画面 独派发难 冲过护城河上舞台 学生也上台后 集中在舞台左侧 董哥 精彩吧 这些台大学生 跟台大外的学生 跟独派 好会演 好会说谎 所以我们刚刚用的词不够精准 我们应该用职业学生 有人是挂在学校 有个学生的名称 有个人是 有些人是 对外自称他是学生 有的是外校学生 其实都是职业学生 那这些人比政客还无耻 因为政客我们一脸看穿了 那学生 他们装作无辜 我们是学生 学生现在是最不要脸的职业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今天看到 其实多数的学生 他是很好 我常去台大 台大学生看到我都很尊敬 因为你讲真话 但是你今天看到这些学生 你会觉得 他们满嘴谎话 而且还可以侃侃而谈 如果今天警方真的要办黑帮 那当然这些学生是第一人选 今天如果警方真的要办统促党 那太简单了 因为我们这个事件分两段 前面一段在台大校园 我们在讲前面 对 统促党的事还没有进来 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 统促党的事 那前面所有的行为不是黑帮吗 他去占人家的场子 这个场子是台大收人家的钱核准了 内政部同意了 陆委会也同意了 都有政府单位的公文 合法正当的 但是我今天合法在这里 在这家店开了店 我缴了税 然后有黑道来跟我占领 不给我做生意 给我丢名字 然后给我砸场子 你警方应该抓谁 警方当然是应该抓 不能说因为他的身份是学生 他就不叫黑道 这个就叫做黑道啊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些人就是在表演 当发现事情不对了 然后才表示说 我是很天真的学生 那这种叫做无耻 就是说你有本事 你要搞台独 你就光明当政大人 讲出来我是台独嘛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像我跟友娃跑新闻比较久 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很多政党都在校园 那那时候民进党 还在党外时代就喊出 政党退出校园 退出啦 发起很多活动 那你今天到所有 台湾所有的各大学去看 是哪个政党在校园活动 当然是民主进步党啊 民主进步党 发公文到建中 建中帮他张贴 说我们希望 有那个来信念干部 我们节目上讲过 第二个 民进党的 号称党校 凯达格兰学校 发公文到经济部 经济部的政务次长 王美花 她就是顾力雄的太太 她也发给各单位 大家要参加啊 对不对 我们节目会讲过 都有评有趣 那这是谁在搞活动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台湾 只要你是独派 你敢讲什么话 你声音就比别人大 警察就怕你 司法就怕你 那台湾还有什么公道呢 所以我也很要求 很建议 很多自己认为说 我主张统一 我有正义的人 你要了解这些学生 心思是非常细密的 跟你们这些大老猪是不一样的 人家所有动作都前程录影 回去剪接 放上网络 哎呀我们被打 对我不利的 对我不利的 我通通不要 然后我打你 然后我不放 就怕你回答我 我把它剪下来 我踹别人二十脚 打了三十钱 那个人很气 踹了你脚 哎呀你看你看我被踢了 前面都没有你知道吗 所以你今天对付的 不是一般的台独 而是无耻的政客 我就问一下 这一次的活动 它合不合法吗 合法 依照法令 政府单位 台湾的警方 要保护合法 那为什么警方不保护 这是 那个就是警方的事 那第二个 台大 台大校方要求活动停止 对 台大校 台大为什么不保护 不是 但是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活动 既然你台大也收了人家的钱 那你就是一个合法的嘛 事实上 像类似的节目 那你大概 你也 他们大概都那个什么知道 他们要进入台湾以前 拜会了很多的单位 陆委会立法院啊 那个内政部啊 还有相关单位 像租借场地 因为他在台湾办 不是第一次哦 前面几次 请问有没有人闹场 已经办了几十场 在别的学校了 对对对 世新啊 文化啊 北部区域的大学 几乎都已经办过了 那台大比照办理的话 我们就延续着前面 好 学生闹场对不对 那就不对了嘛 既然是合法演出的话 那你去闹场 不能够因为 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 只有四个字 政治正确 你不能够因为政治正确 你把法律忘掉 就是说当学生去闹场的时候 对不起 你收政单位的那些带子 你要不要请台大 把这些学生 也把它移送法办 好 这个是一部分 那更重要 我刚刚讲的 任何事情 不能够以政治正确 就是说我抗议有理 你毕竟台湾是有法律的嘛 你不能说因为政治正确 我做什么事我都对的 我可以杀人放火 这样子就说得太过去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 今天这些闹场的学生 不值得同情 应该予以谴责 这些学生 现在还在演悲情戏 演苦情戏 而且满口谎话 田径场 13万可以修好认证 你去砸人家 几千万的场子 那其实从他们自己讲出来的 他们的脸书写的 就已经很清楚 我的目标就是要让活动停止 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让台湾 靠近中国大陆 我不准你台湾人做中国人 就这么简单 赵新 2009年 我随便举个例子 这种例子很多 黑帮 台南市德安百货大大茶楼 这个茶楼呢 有载度找来70多个年轻人 也是年轻人啊 里面可能有大学生啊 几度到餐厅排队 站位置 他还排队哦 他还不是硬闯哦 站了位置 一个人给你做一张桌子 霸桌消费 做到打烊 然后呢 现场70多个人 都有付钱消费啊 所以警察派出所跑过来说 我告诫对方不要闹事 可是这个社会上就知道说 这个就叫做黑帮闹事 人家还付钱哦 人家还是用文斗哦 他这个是直接就给你闯进去 给你砸场子 比黑帮还不如啊 那我们今天我们看看 这个现在台大的现场 他们是进行一个 什么样的活动 我们从那样子的一个 唱歌跳舞表演 你从哪里看到统战两个字 你从哪里看到政治位两个字 结果你看他们站让台上 去撒名指 这就地体流氓啊 所以你说他是学生 我根本就不觉得 叫他们是学生 根本就是侮辱了学生啊 实在啊 但我们一年台湾 有多少大学生 都跟他们一样 那还得了啊 等于侮辱了这些参加 这个我们讲学策的 一年有十万以上的大学生 他们都是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不是的 这三四二岁的这位学生呢 他支持中国各区域 那个举行武装独立运动 那所以大家讲说 哇 你支持这种武装独立 然后你现在呢 反控人家暴力 之爵都是这个武装独立